大家好, 歡迎收看西一集的Sports Cafe 在我身邊就是香港現役的 國際女球正的羅碧茲, Gigi 歡迎你上來我們的Sports Cafe 節目跟我們聊聊, 你好 你好, 關萍 我想先問問你, 看到你的社群網站 在社群網站看到, 二月的時候去了英國 我知道你不只是旅行, 這麼簡單 可否說一下你去做了什麼 去英國參加英超和香港足球總會 舉辦的交流計劃 我去了十二天 這十二天裡有得看英超的賽事 英冠賽事, 執法了兩場女子比賽 英國的FA級, 女子FA級 跟她們的英超球正一起上課 行程相當豐富 很緊密, 每天都有不同的工作 而且她們在空餘的時間 都會帶我們去Castro 又會跟我們去曼聯奧脫福球場 去過一條旅行 我帶你們去球場走一圈 有否說有什麼手信可以收到回來 很好, 她對我… 這次我們去英超的交流計劃 我一個女球證 和兩個男子一等的裁判 去完參觀了一條旅行 就叫我們去寶貝爾商店 選一件衣服, 英超送給我們 我選了六號泡巴 六號泡巴, 作客還是主場 作客, 因為我本身有個主場 其實我不是曼聯球迷, 不過我自己也有買球衣 看款式漂亮, 所以就買了 不是曼聯球迷, 沒關係 但是是否想了很久, 心思熟慮才想到選泡巴 沒有其他人可以選擇 對, 因為泡巴性格比較有趣 跟我一樣是癲癲癲癲癲的 所以我就選了泡巴 好, 除了去一些旅遊之外 說回你的主要業務 就是在英國上課做一些工作室交流 你去到什麼時候 你會覺得在英國的球證氣氛 和香港有什麼分別? 其實真的很不同 因為別人是職業的球證 他們是出一個月薪去做這份職業 他們就有很充足的時間去訓練 去上課, 很認真 我不是說香港的球證不認真 不過我們因為是下班之後才上課 可能會有疲態 但是別人就不同了 因為別人真的來上課之前 可能已經在休息舊 所以他們就會用到最好的精力 和體能去應付課堂的需要 以及別人的職業球證的態度 知識都會很好 我們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對, 今次說在這個工作室上 最主要會學習什麼的條例 或者有什麼新的知識會學到 其實我已經在第二年 去參加這個英超交流計劃 第一年的時候就學到最新的 VAR, 即是Video Assistant Referee 他們會有很充足的時間去預備 英超用這個系統之前 就說明有兩年的時間去做預備 也要現在開始… 大家都知道在FA級開始試行這個計劃 他們會所有球證 分析了很多不同的騙頓 哪些要用VAR, 哪些不用用 什麼情況要用 他們有很多的方法 他們談好, 耐心好才會用這套計劃 在課堂裡, 你就會發現 英國人做事真是… 為什麼英超這麼成功? 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們真的很仔細 他們不會說有一套新的系統出來 我們就急不及待要用 未經試驗, 未經研究 但是你看到他們用高拉技技能 例如入球最新的科技 那個沒有線技技 對, 他們一入球就會響 你看到他們用得很成功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充足的預備 在課堂裡, 你會發現 他們做事真是很仔細 去年學到VAR 今年又學了什麼新的東西? 今年我參加他們的上課 學了一些外面技巧 因為現在例子也改了很多 譬如最新的有一個戰術 就是前鋒在射佛球的時候 他們會站在高保守前面 站在那裡, 遮住他的視線 其實他站在那裡 如果真的遮住龍門視線 入球也會舉起一個越位的反規 但其實大家都研究了 如何預防這件事 譬如我們做球證, 主裁判 在未開過佛球之前 我們已經警告前鋒的球員 用很禮貌的方式跟他說 你現在站在越位位置 一會兒, 即使入球 因為你阻礙龍門視線 旁證也會舉起 譬如這些預防的方法 他一聽到, 待會入球不算 他一開球就會走開了 這個戰術就不成功 也不會入球後才吹越位 你完全沒有知會球員的情況下 他們的反應就會很激烈 一邊就說不是, 入球 一邊就說不是, 他遮住了我 但如果你先小人後君子 你就可以預防這件事 一入球, 我一吹 我跟了你說的, 你站在那裡是越位 他們兩邊的球員都會很信服 你自己想, 如果這個越位 雖然球證有很多事都是主觀的 可能看一些東西 但我起碼預先跟你說了 如果你待會吹的時候 你再站在那裡就越位 一入球也不算你了 對 這樣也不錯, 預先告訴他們 沒錯 你在英國說吹了一些女子聯賽 這次吹女子聯賽 我聽說吹到他們第二個級別的聯賽 是, 其實我第一年去的時候 吹第三個級別 第二年, 即今年去 他們就看過我第一年的表現 都滿意了 給你一些更難的賽事 在FA級已經去到第五圈 即已經要打到lock out 即是和球要加時 其實也是一個很開心的安排 因為他信得你過 他才會讓你做一些有加時 有競爭性的比賽 所以其實英超的專業裁判團隊 真的對我很好 因為他們在去年的亞洲挑戰球會 英超亞洲會 對, 亞洲會 他們都讓我做了兩場後備裁判員 如果大家昨天知道 有看利物浦的球賽 會看到我舉牌, 會看到我換人 高普在我旁邊 其實有很多經驗是他們給我的 是他們指明我們想要聖Gigi 去參加這次的執法 以及過來英國做交流 所以我覺得很幸運 對, 當然是我的努力 讓他們發掘到 所以有這些機會 但也是一個很感恩的機會 這次去英國 除了可以看到一些 英國本土的聯賽之外 是不是還有一件事 令你很喜出望外 收到一份禮物, 是嗎? 是的, 其實我們每次交流之後 最後一天我們都會去英超辦公室 會跟他們的頭, Mike Reilly 去做一個這十二天你學到的東西 又或者你有什麼想跟他們分享 他們去到辦公室的時候 其實那個辦公室 就是全英超的辦公室 不僅是裁判部 進去之後, 等著Mike Reilly 然後他們銷售的同事就走出來 因為他幫我安排了兩年 都安排了很多訪問 所以都熟絡了 他說Gigi, 你容易問我 你知不知道這裡有你的照片嗎? 然後我說什麼照片 然後他帶我去一間聚會室 裡面有人開會 所以我不能進去 但我看到他們的玻璃 玻璃的長身 就看到有一張 好像別人超級大電視的大小的照片 就是我在香港參加他們的工作室的時候 上年球匯杯的時候 他們的球證來也會教我們新球證 我也有去幫忙 他就拍了一張我笑得很開心的照片 就放了在聚會室裡 很威威, 放了在英國的英超總部 其實也有點沾沾 但是最驚喜是他曬一張小的 給我拿回香港 他就說, 你叫香港的足球裁判經理 你叫Charles 你叫Charles放在香港的足球裁判室 表起他 然後我說, 他們會扔我飛鏢的 就是開玩笑的 都是表的一種 對, 都是表的一種 是 開玩笑而已 對, 其實香港的財判經理知道後 也替我很開心 他也說, 其實這個想法不錯 可以在辦公室裡 放了所有國際球證的照片 他們也會有這個計劃 對你來說 是否除了健身高興之外 是否也是一個新的成就 不可以說成就 其實純粹是他們愛疼我 不是達到達到一個什麼成就 但是我覺得如果做球證 可以去到英超 跟他們的球證一起上課 也可以執法英國的賽事 已經是一個達到了 一點點的一個自己想實踐的目標 因為是歐洲可以吹到球 不僅僅限於亞洲 而且可以接觸到這麼高級的人 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有時也會覺得 如果有一天真是… 萬一因為現在訓練也很重 也有機會受傷 有時也會在這裡痛那裡痛 有一天就跑不了 我覺得已經無憾了 當然我仍然有其他目標 剛才跟Gigi說了她在英國的經歷 想問問你 Gigi,怎樣成為一個國際的女球證 我做了球證已經十二年了 十二年前讀大專的時候 就開始報這個球證辦 在香港足球總會 然後就開始執法一些青年聯賽 然後就三等、二等、一等地考上去 女生也有女子的三等、二等、一等裁判 女生去到一等的時候 就可以提名做國際球證 那時候我女子… 因為沒有這個機制 因為其實鳳凰假白之後 所有的東西都開始系統 有了升降的制度 以前我一直走男子那條路 男子去到三等裁判、二等裁判 就提名做國際球證 你說升降的意思 現在可能一些球證 二等都可以變成三等 降就很少,怎麼說呢 真的犯錯那些可能會停賽 是,升級制度 現在很明確的,你做了多少場 你就有一個考試的機會 就會有考核員去看球證的表現 去評分,就少一點 以前就要看你採數 看你做得那場球好 剛好有考核員看你,覺得你好 再安排多些賽事給你 以前就採數多一點 現在真的每個球證有平等的機會 然後再根據你的表現去進行考核 現在在現金球壇上 會看到不少的女球證出現 不論香港也有GG 在英超或其他世界各地 都有其他女球證 但在你考球證的年代 十二年前 其實不會在一個國際場合上 看到很多女球證 你當時會不會覺得有壓力 其實當時只是當一個興趣 當時還當大專 做球證純粹是賺錢 當作兼職 兼職 因為我讀體育,每個人不是教水 而是教球 我純粹是求證也好 可以賺到錢去幫助消費 你知道年輕人的 所以就一直做 做一做一做,其實也沒什麼目標 因為在三等球證停留了 都六年時間 在那六年都是做粵丙組賽事 都沒什麼衝擊 但我自己抱著一個心態 每場都很認真去做 希望純粹我自己的性格 每場都很認真去做 希望每場有少許進步 做了就做了,就有一個… 做得很好,開始有些考試給我 就提了做國際球證,到現在 是哪一年成為了國際球證? 2013年 13年,你記不記得自己第一場 用國際球證身分吹的球是甚麼時候 就是去緬甸 叫做AFF拖倫文 就是東南亞杯 對,第一次出外去緬甸 最初去緬甸 一聽到去緬甸,是不是很落後 誰知道去到又不是 酒店五星級,服務又很欣勤 吃的東西還不錯,因為近泰國 我喜歡吃辣東西 他們的食物都適合我的口味 而且那裡的球迷很熱情 所以,我一個很高級的情況 緬甸隊一踢,四五萬也有 所以第一年去,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原來落後國家,我這麼支持女足 給我覺得原來在亞洲的女子 是有得發展,女子足球 第一場就是做緬甸杯賽的時候 你那個角色是什麼? 主裁判 主裁判 因為我們提名做國際求證 就馬上要分成是主裁判還是助理裁判 譬如你提了做國際助理裁判的話 你之後也是做助理的角色 我是主裁判 雖然我在超級聯賽時 有時候會做助理裁判 還有後備裁判員 純粹是因為我要取得一些 超級聯賽的經驗 我最終目標是成為超級聯賽的主裁判 但我首先要…坦白說 你是做了一個助理裁判員 感受了那場賽事的節奏 速度和氣氛線 球員的踢法 所以你才可以成為一個主裁判 這是我在香港的角色 但如果出外就提名做助理就是助理 就像英國的美詩 大家都知道很出名 在英超只有一個女生做職業球證 他在不同的英超賽事會做旁證 他是國際助理裁判 原來一開始就要選擇路了 對, 一開始就要選擇 剛剛上一節說到我去英國 其實他照顧我很多 雖然是, 他年紀比我小一點 但他已經生了一個小孩 他生完小孩 還能跑回男子的體能時間 亦可以做到職業裁判 他很厲害 我跟他說 我在香港也能跑到男子的體測時間 但他練習已經再短一點的休息時間 我說我真的追極你也追不到的步伐 我跑到男子助理裁判的水平 香港男子一等要求的合格時間 你就已經跑男子國際主球證的時間 我說你真的很厲害 你生完嬰兒的重點是 所以去這些交流的好處就是 大家互相鼓勵 他知道我的條件是多少 他會說你真的可以的, 你試吧 因為上兩年我未去英國之前 我經常覺得有些位置是堅固 在體能方面又或者在執法方面 我覺得我是女生, 我也是不行的 算了, 在超聯做鞭, 做鞭, 做鞭 或者做阿四就算了, 後比賽半月 又或者做鞭組就算了, 不行的 有打擊自己的地方 但當你去完英國 你看到他, 他跟男生一起訓練 真的跑同一個時間 他到場, 你看他做足球很堅定 你就會再跟他聊天多一點 其實我是否真的有機會呢? 他再給你信心, 回來我試, 我真的可以 我現在在這一季都做了… 算上一季都做了大概十場助理 他在英超的合格率是98%以上 98% 可能舉十球也沒有錯一球 我就95點多 我自己是滿意的, 但你問百分比 可否再高一點, 當然可以是高一點 我自己的目標是希望接近他 95元, 原來在英超來說 在香港可能已經是不錯 但原來在英國來說 98元已經是一般的 所以你知道別人的要求設到什麼位置 你會對自己更高要求 你不會滿足在95元 不過我剛剛聽說 好像叫親美思也很高 對, 我很喜歡美思的, 根廷 是嗎? 很厲害 叫親美思也是厲害 稍後再說一下美思 我想說一下就是… 你剛剛說到有些數據 要參考, 例如體能時間 或者一些準確度 你自己是否會拿回這些做參考 就是警惕自己, 可能哪些位置要再做好 或者體能可能要再持續一點 會, 你不可以… 譬如我現在要跑男子的時間 因為我是男子的一等裁判員的水平 你除了要跑他們的體測時間之外 原來…我覺得開籌 覺得跑到跟他們一樣已經很滿足 過到就已經行了 但是原來別人已經是連載高一級 別人都已經不是停留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就要更加去推動自己 不要懶惰 還有我一做完長波 我就會馬上很快就民族總得回影片 去檢討那些穴位有沒有錯 譬如做主裁判的走位 判法的黃牌是否合適的 全部事情你要做得很仔細 那你看影片的時候 你是會用一個球證的角度去看長波 還是都好像一個觀眾一樣跟著波走 其實要兩樣的 我經常覺得你要做一個出色的球證 你不只是在球證的角色 你是要知道大眾對球證的期望 譬如說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如龍門脫手 他在周圍沒有人的情況下 他不小心脫手 他開關球的時候 他再拿起球,再踢出來 沒有人逼他,他不小心脫手 其實沒有人期望這一球 吹一球間接自由球去罰他 你是說如果我真的有前鋒逼你 你真的有些錯誤 而這一球他再接上去脫手 大家都覺得這球他真是犯錯 但可能他不小心脫手 他再撿起球,很快打開出來的 這些你要明白大眾對球證的期望 是…場賽事是滑滑的 譬如說…你知道哪些位置給嗎? 我知道,退了翼那個 是營超光頭的 對,光頭那個 其實他執法那場世界盃 一開始球沒多久 已經可以有一個紅牌的犯規 說是荷蘭的一個球員出場 但他沒有這樣做 對,大眾的期望是 我不一開始想世界盃是10個踢11個 其實我是…我們… 在球證的角度就看回 其實知道觀眾想要什麼 你不會上場比賽,10分鐘就已經… 10個對荷蘭還要…你知道是差一點 就已經踢10個 不會有人想是這樣 所以其實做一個厲害的球證是 你在什麼情況下你才能收放 不是跟死例 是一些很穩定的時候 你要跟球例 例如一些單刀的情況 你過一球是守球 紅牌就是紅牌,你那些不能放 但有什麼位置是… 例如有球員在你旁邊很小聲說了他髒話 你是不是真的要馬上紅牌趕他出場 其實他是說髒話,他是不對的 但你知道球員有時候是發洩 又或者是一個足球場上的熱情 他不是想對著你說 可能他真的經過 說了一句他不應該說的話 他沒有人知道他犯了這個錯 你突然借了一張紅牌給他 說真的,全世界都不知道 球證你做什麼 只是你知道而已 只是你知道 可能有人看到你耳邊 嘴巴,但也不知道說什麼 可能有時候他不在你耳邊 是吧 有時候他們的隊友互相指責 或者他不小心說了 如果真的上了路 球證覺得他很沒禮貌 不行,我一定要趕他出場 一場球說真的 你要趕很多人出場 所以其實做一個厲害的球證 你除了真的跟犯規動作去判罰之外 有一些管理上的東西 其實是要知道大眾對你的期望 這件事是否Gigi還在拿捏 是,不停要拿捏 譬如去到英國的賽事節奏很不同 女子的比賽 跟香港的女子很不同 身體對抗,他們想不想踢場球 節奏,當他們有衝突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這些是…你每場球都會學到不同的東西 又或者你要記住 下一次遇到的時候要怎麼做 剛才聽你說美詩,你很喜歡這位球員 我想你應該來世界盃,支持阿根廷 我有兩件阿根廷球衣 其實我… 喜歡阿根廷 其實我喜歡美詩,我喜歡球員 我沒有很碰哪一隊球會 哪個國家,我最喜歡香港 但如果去到世界盃,我喜歡美詩 碧咸就過了,沒得踢 我最喜歡碧咸 我們可以去他未來那隊新的 Miami那隊球隊遲一點 是嗎?在美席 是嗎?在美席,他有踢帳 他沒有踢帳,他做老闆 他做老闆 我想看他踢球多一點 可能沒什麼機會 不過最後六月份就是俄羅斯世界盃 可否跟觀眾分享一下 有什麼新的球例上的東西 大家需要留意? 最新的都是他們會用VAR 其實如果他們用VAR的話 也想跟球迷說 未必每個情況 他們都會去做一個回應 要了解,不是球證給了紅牌 或者黃牌就一定會做這個VAR 他們是有一個明顯的錯誤 或者黃牌給錯球員 或者那個紅牌的情況是真的… 就是沒有灰色地帶 如果灰色地帶說的犯規 應不應該給那些,他們是不會評論的 是的,而且球證是主導用VAR的東西 而不是教練和球員要求的 是的,所以不會每個情況都 是VAR,去看影片 這個教育球不是他丟過的應該 這些是不會的 真的有一些明顯錯誤 關於入球的判決 這些才會用到 謝謝你的講解,非常詳盡 觀眾們,記得要留意 也很感謝Gigi你 上來分享了你在英國 和你足球球證路上的一些經歷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再見 再見